今天要介绍的那个甜点 真的是为了因应夏天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啦 叫做黑糖蒸奶 大家有没有吃过 那这名字还蛮惊人的 还没吃过耶 对啊我也没有吃过耶 然后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跟我讲 这超夯到一个不行 然后他是跑了好几家的全联 因为他只有在全联专卖 然后呢好几家全联都没有买到 然后后来就他好不容易买到 他就好开心跟我分享 说你有没有吃过 你有没有吃过黑糖珍珠雪糕 我说珍奶雪糕 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 对啊完全没有听过 然后后来才知道真的是还蛮厉害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昨天去全联买的时候啊 他说哇这一款真的是很热销 然后后来他们之前还没有货 然后最近有货大量的出了之后 然后他们还做特价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的全联都有特价 可是我们是他原价是七十六块 然后你任选两盒 就是一五六 对 没有 一盒九十几块 一盒九十六块 然后有做活动 就是两盒一五 一五八吧 一五八一五六 然后里面就有两四支 四支 哎哟 哎呀真的是有黑糖耶 整个是黑糖满满的 然后可以看得到珍珠 有啦有珍珠一小颗小颗 小颗珍珠啊 对啊小颗珍珠 哇我这个硬容掉 对啊 吃吃看 有不到珍珠味道 有有珍珠 哎真的有 还Q的耶厉害厉害 哎怎么那么强 黑糖味很够 好吃 名不虚传 那个珍珠 你不觉得很酷吗 它珍珠好酷哦 对啊 看起来不多 你从外面看起来 没有看到什么珍珠 可是它里面还蛮多的 里面一颗一颗 而且还蛮多珍珠的 嗯刚咬了好几口都有吃到珍珠 只是雪糕 我一直记得雪糕不是应该外面有一层瓶吗 那个感觉就是有啦就是牛奶啦 有牛奶的味道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会满足到喝的喝到就想要吃到黑糖 黑糖珍奶珍煮干一个大杯的也要六十六十啊六十五 所以其实一个雪糕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吃七十块其实算便宜 ok啊哎我觉得很ok耶 可是当然就是偶尔吃啊 就像很多很多人 冰还是少吃的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都讲那个饮料啊 其实都可以买一个便当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饮料很厉害 就是那种手摇引很厉害 不过就是它的价位真的也是很惊人 对啊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